哈喽,我是老雷 这个 上次我的那个视频 我就有意思 也不是说视频本身有意思 而是反应 你们的那些反应 我就有意思 我感觉很多人愿意互动 愿意留言 评论,交流 分享自己观点 很多那些观点,很多那些立场 跟我自己非常不同 但是我感觉 整个气氛呢 我刚才说和谐 和谐那个谈啊,我不愿意用 感觉被污染了,那么我不知道 文明也有一点 那种滋味了,是不是 反正就感觉 气氛比较好,没有那么 多骂人啊,或者是 互相讽刺啊,或者是 说你有攻击心的话啊,或者啥 或许 我们可以这样继续 我上次那个视频开头 我说我这一次不准备 讽刺,不准备 骂人 我准备跟那些支持中国政府的人说 说一些事情 问他们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陈修实 被消失那件事儿,已经有七个月了,是不是 你觉得合理吗?你作为一个支持中国政府的人 你就像那样,你的同胞这样被消失,你就OK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政府或者是 习近平,说白的就是习近平,说白的就是习近平,对不对?我儿子 他不让调查,不让国际组织去调查武汉病毒来源 那么你觉得那件事儿怎么样? 这两个问题我收到了一些有意思回复 我先说第一个啊,这个陈修实 有一些人他们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个陈修实其实根本没有被消失过 而是,他在家,在天津呢,他很安全呢,只不过不让说话了 OK 这个说法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你能确定吗? 这个 你有资格,你有权力支持中国政府 没得说 你可以喜欢中国这种政治模式 你可以觉得好像中国五千年文化呀,一直是那种极权 上面一个皇帝呀,下面的人听 那么现在有一个总书记,下面的人听,对不对?你可以觉得这样,OK 但是你无法否认一些事实 事实不是观点 你有资格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你没有资格有自己的事实 那么事实就是,中国这种体制,你喜欢,OK 他不透明,是事实 对不对?你或许喜欢他的不透明 你或许觉得,那样挺好的 你看不到他的一些内幕啊,或者啥 但事实就是你看不到 你看不清 这是他的特点,对不对? 打个比方 所谓的西方民主那些国家 比如说德国,对不对? 他 最起码啊,媒体是独立的 最起码啊,有一个反对的一个政党 对不对?跟政府对着干的一个政党 和谐,合法的 在那自由存在的一个政党 也是独立的 而且法院是独立的 这三件事,你中国没有 你中国不是说好像没有媒体 媒体存在 而且很多记者 真是一流 在中国 我知道,我认识 但是环境是 你再是个好记者 你在中国 你要怕 有一些事情你无法说 对不对? 那么 这些西方的那些 所谓西方民主那些国家 比如说德国 很多媒体 你可以说他靠谱 你可以说他不靠谱 但是你无法否认他自由 他独立 他后面或许有一个 有一个有钱人或者啥 但是他不会听政府的 他的钱 其实他的钱的来源就是要骂政府 一直要挖政府的一些丑闻 这就是西方媒体,对不对? 那么中国媒体不是这样 想挖 或许也挖到了 但是无法报道 极权国家,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那么反对党 中国这个名义上有一些那种 我知道一些什么民主党啊 或者啥 但是事实上啊 咱们别骗自己 那不是正儿八经那种 自由的那种 合法的那种反对党 对不对? 法院呢 听党的 整个体制 所有人 有听共产党的 无论你是 你是法院还是你是谁 你要听共产党的 而且共产党呢 有听习近平的 我儿子嘛 所以说 你这个透明度很低 上面你要什么 下面你做什么 内幕啊 你没有必要去看 你没有必要去调查 看不清 所以说这个陈修史 他到底在家还是不在家 我们无法确认 好吧 我信了 我们就当这样 好吧 OK 他在家 他安全 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他人的安全 他人在家 在天津啊 你不让他说话了 你不觉得在某一种意义上 这个 其实也算他被消失了吗 我老雷 我会觉得这个 我们人类 你一个中文 我一个德文嘛 我们其实也没有 特别大的不同 我们是人类 对不对 人类是一个 依赖交流的一种动物 其实很多动物都是 你要是养宠物的话呢 你会知道 什么小猫啊 小狗啊 或者啥 都会交流 不停的交流 对不对 但是尤其人类 一直要交流 你不让我交流的话呢 我还有啥 我有吃喝拉萨 你跟陈修史 你跟他说 好你在家 你可以吃 你可以喝 你可以上厕所 你可以睡觉 你可以活着 对不对 我们没有把你消失了 你人在 但是我不让你说话了 不让你上 你的那些社交网啊 不让你写东西 不让你介绍采访 或者啥 那么其实 你人还存在吗 人是一个 一个 依赖精神的一个动物 对不对 依赖交流 陈修史 无法交流了 其实 在我看来 我老雷 或许我们俩 这个问题想的不一样 我会觉得 其实他还是被消失了 自己一个问题 这个陈修史 第二个问题啊 很多人跟我说 这个其实 中国政府 他允许调查 武汉病毒 他的来源 其实 没有说不允许 说这个 世界卫生组织 不是去了吗 不许是 世界卫生组织 安排了两个人 那两个人 其实根本没有到达武汉 在北京 坐了12天 还是多少 多长时间 自我隔离 完了之后呢 跟一些 跟一些人在那 进行了一些交流 然后就回去了 就就就就没了 好吧 调查了 还有一些人跟我说 这个 所谓 独立组织 对不对 国际的那种 独立的那种组织 世界各个国家呀 安排人去 去那调查 你能确定 他们独立吗 还是他们会 故意抹黑 中国政府吗 我老雷 我无法给你确认 他们不会 故意抹黑 我无法给你 确认他们 他们不会独立 这个是事实 我无法否认 但是我总觉得 好像这个世界上啊 有很多国家 有一些国家 可能是联盟 盟友 对不对 像比如说 德国 法国呀 什么西班牙 或者都在欧盟里面 或许 价值观呢 或者是那些联盟 都是比较相同的吗 我们不能光依赖一些 那些国家去调查 这个病毒这个来源 对不对 不然他真的 真的不独立了 真的或许会抹黑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这个世界上 很多不同的国家 一起安排人去那调查 你不觉得这个 独立的这个可能性 比较高吗 我反正会这样觉得 我会觉得这个 这个让我想到了什么 让我想到这个六四 六四 中国政府一直会在那说 好像他被抹黑 好像西方媒体啊 西方媒体 西方政府 西方政府 问题是六四的时候啊 不只有西方媒体在 世界各个国家媒体都在 都报道的差不多 那么你觉得这个是 全球所有国家 好吧 除了朝鲜以外 除了什么 托克曼赛以外的 但是大部分国家 大部分国家 不同记者 不同媒体记者 报道的同样的一件事 而且报道的事情 也差不多 那么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是一个 巨大的一个那种阴谋吗 还是你觉得 或许事实就是这样 就是当时如果说 有一个阿根廷的一个记者 报道的事情 跟一个英国记者 差不多你信吗 还是你觉得 那两个国家 他们不是八十年代初 才打仗吗 你觉得他们是盟友 他们在想啊 那我们一起抹黑中国吧 我可能会觉得 你要达到一种独立 最好的一个方法 是要很多不同 不同国家的人 一起参与 一起安排人 一起参与这个 所谓独立的这个调查 那么中国政府呢 好吧 一个事件卫生组织 两个人到北京 在那坐隔离 睡二天 然后就做了一些采访 回去了 这个对我来说 不算调查 剩下就是中国政府 自己在那调查 自己调查 我不说他没有这个能力 他或许有能力 但是 这个就 你觉得 你觉得会 会独立 会客观吗 打个比方 这个比方 打的可能不是 不是很 很 很漂亮 或者啥 但是 假如说哈 我老雷 我开个party 我做一些饭 我做东 我说 你们 全部都到我的家 我们一起 吃饭 喝酒 或者啥 那么完了之后呢 你们回 回家了之后呢 如果说你们 好几个人 在那 在那拉肚子了 你们或许会觉得 那么是不是 我们在老雷家呢 吃的一些东西 不干净啊 或者是 对不对 那么我们是不是 应该调查 到底在 在老雷家 他安排那些 哪一些吃的 有问题 对不对 那么如果 我老雷 我跟你说 嗯 好吧 我我 我听到了 那么 要不要我自己调查 你会觉得 我我我 我会调查清楚吗 我自己 调查 自己也错误吗 中国政府不是 就是这样说的吗 我们自己调查 我我 我是不明白 嗯 某一些人的一种 思维方式 觉得好像 啊 好 一百二十个国家 一百二十个国家 在那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调查 你就啊 所有那些国家 架在一块了 去安排人 去那调查 那不客观了 我们要啥 我们要一个习近平 我儿子 去那调查 那会很客观的 这个逻辑何在呢 你有资格 你有权利 去喜欢你的中国政府 你可以支持 他的模式 他的所有的一切 但是 有一些 基本逻辑嘛 对不对 好 反正 我们还是这样 进行那种文明交流 对不对 嗯 我有什么八卦吗 今天 我们家小 那个院子里面 有一些小猫 我拍了一些照片啊 放到Facebook上 也没人要 我很郁闷 然后我今天在Facebook上 看到了一个当地人呢 发了一个那种野猫的样图片呢 然后说 啊 这种猫啊 哪里买 什么什么品种 那种人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无语 在外面那么多小猫 那么可爱 你非要一个什么野生动物 这是 我很想说神仗 Peace